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意外爆红 警方也希望大家幽默来看待 回归反汇选的本意 各位有姨妈 马屁 打骂 录蛋 姑母 921 全局 11月21号 跟你们的子子声分享 不要汇选 不要买票 希望大家跟你出入给你的小孩子 不要汇滑 园警透过广播宣导反汇选 不过地点似乎有点怪怪的 不只地点很奇怪 难道园警还想要请祖先托梦抓汇选吗 过程也意外被民众 PO上社群网络之后 立刻引起热议 民众推着创意报表之外 警方也立刻出面回应 我觉得蛮有创意的 然后也是新的方式 是啊 毕竟有些很幸祖先感的话 本段影片内容是 本分局凤梨拍所远景 进行反汇选宣导 行居墓延时突发奇想 以诙谐拥有的方式即兴发挥 并拍摄成影片分享给亲友观看 凤梨分局回应 因为辖区内有许多原乡部落 而为了提升宣导效果 因此要求远景在行进部落时 使用主语宣导 为了该影片经亲友自行剪辑 上传社群软体 远景本意良上 为影片外传造成网络舆论部分 本分局将加强远景教育训练及宣导 而影片意外引起关注 警方也希望大家能够幽默看待 毕竟宣导本意 还是希望让选举回民主极致 大家一同反汇选 与这些闻杂料被超林凤林封冰采访报道 针对确诊者是否能够投票的争议 随着选举将至是越演越烈 只有自媒体经营者就号召了 确诊者打算要提出诉讼 那指挥中心则是回应 人生自由权跟投票权 是两件事 选举在即是否行使自己的投票权 是每个国民的权利 但指挥中心表示 自21号开始通报确诊 新冠肺炎的民众 确定无法在26号投票日投票 消息一出 就由以法律专业为主的自媒体人 号召确诊者要针对 进确诊者投票提起诉讼 指挥中心则回应 人生自由权与投票权势两件事 有关COVID-19确诊者 在11月26号当天是 依法须指定住所隔离 禁止外出 所以他主要是因为禁止外出 所以他这个是依传品防治法 这边所影响的是人生自由 人生自由的权利 跟投票的权是属两件事 在这里做一个声明 另外针对口罩禁令的部分 23号指挥官王毕胜 在广播节目受访时透露 第一阶段口罩解除 将于12月初实施 言下之意就是选举当天 户外活动人需佩戴口罩 昨天指挥官在广播节目受访 首先是有谈到就是 松绑户外免戴口罩的一些条件 然后包括说疫情一直趋缓 这个医疗量能收治的情形 也都许可 吸到传染病的走势 流行情形也都OK 那这样符合这些条件的话 就可以来宣布第一阶段 室外不戴室内戴口罩 这样的一个松绑 指挥中心也提醒民众 千万误以身事法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的健康权利 也是新闻 怎么到斯伯尔瑞亚台北市 采访报道 接着来看到的是 国家人权博物馆 跟自由思想学术基金会 合作出版的新约教会 西安山政治案件研究专书 就还原了案件始末 他透过解读档案史料 要追溯宗教信仰自由 受到压迫的历史情境 也收录了多名西安山 教友的口述历史访谈 西安山一个鲜为人知的神秘地方 在威权时代 这里曾发生过 西安山政治破坏案件 因其生活方式 引起当局怀疑 并展开专案侦查 及系统性驱离行动 利用公权力高度压制教友活动 当时政府以防止共肥 利用宗教团体 进行颠覆活动 取缔不法活动为由 1980年年初1月1号那天 那国民党就用 清越战案下手 把所有西安政治 全部从西安山要赶下山 向了山就不能再回去 为了追查历史真相 国家人权博物馆委托学者 进行研究计划 藉由史料收集及相关人士的访谈 系统性还原 威权统治的时空背景 与分析西安山政治案件始末 揭开当年威权体制 与宗教信仰对峙之下 所发生一连串户籍变更 重返西安山家园 及漂流小林河滩争议案件 我们透过档案发现 这是国家政策介入的结果 也就是西安山的 我们看到的什么户口事件 什么台湾机场事件 实际上是政策所导致的 还有他们聚众集会的这个部分 希望能够开含他们的营业园的方式 其实受到执政当主的一些 当初的一些怀疑跟关注 所以他们其实长期以来 接受到了情治系统的一个监控 这本专书24号举办新书发表会 土地户籍冤狱平反 海外黑名单信徒等问题 随着政治档案公开 逐渐明朗 也洗清当年行动的无名化 当年我们为了西安山 被抓被关被打 如今40年过去 我已经80岁了 看见西安冤岸 能够真相大白 神的公益出现在人间 现今的西安山 以有机农作 自给自足生活 成了台湾特有宗教观光地 而这本专书详细记载 当时紧张关系 也收入许多珍贵资料 希望让社会大众透过专书 认识威权体制 对人权的不当侵害 永世新闻 虎顺巴扎克 新北新店采访报导 好 一起来关心 去年才陷入旱灾 在非洲西部地区 今年又遭遇了豪雨清洗 在查德以游牧为生的 穆都马祖 为了逃避洪水 是被迫展开数千公里的迁徙 而在这个迁徙的过程当中 牛汁的健康也大受影响 直接冲击了牛奶的产量 让族人的生计是难以维持 努力挤奶 但是连一桶都挤不满 西非的查德 去年才经历严重旱灾 今年夏秋两季 却遭到豪雨侵袭 以游牧为生的 不都马族群 为了逃离洪水的威胁 被迫迁徙数千公里 不但让牛群健康大受影响 秘乳量也严重减少 目前这一家木鸣鱼牛群 虽然找到暂时的荣生之地 但是这里并没有适合的牧草生长 牛汁难以恢复元气 也让全家的生计都陷入问题 而在查德的城市 民众也感受到国内生产的新鲜乳制品 越来越难找到 只能买品质比较差的进口产品 有关于50黄牛群的谷物 我们来到公里里的葱 如何是静谷酱的 主要预复 您将回来也注意点 进口亭是用适合一个 平台的食品 以来几个月的店鱼 本来就我来到 留下汉这样外游了 然后它最大的带来 就是让它使用 所有的聚物 拿当迟的赵獄 在这种旅程的配方 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 近来全球降雨有极端化的趋势 旱灾与水灾都越来越常见 这样的天灾不但常常让以农业与虚目为生的民众 邪本无归 更会危及各区域的粮食供给 甚至可能造成饥荒 在全球努力减缓气候变迁的同时 这些粮食安全脆弱的区域 也必须获得关注与支援 同成为野米的枯米 是生长在北美跟中国可食用的植物 而在美国五大湖区的原住民欧吉北族 就把这个枯米看得相当的神圣 但在气候变迁 住青物种跟环境污染等威胁之下 不止枯米的收成 连文化传承都受到了条件 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水之湖上 一人划着偏州 一人拿着木棍采收枯米 这是五大湖区原住民族的主要食物之一 并且对欧吉北族来说 枯米相当神圣 因为这种古物在欧吉北族的诞生故事中 占有重要地位 古米在欧吉北族语中称为 是美好果子的意思 这种水生植物让欧吉北族人 在寒冬中免于挨饿 但现在受到气候变迁 外来物种入侵和环境污染等影响 枯米收成下滑 对欧吉北族人生活造成一大威胁 在八月中至九月中期间 枯米的采收期可持续一周或一个月 现在因为气候变迁而产生的极端天气 迫使欧吉北族人要随时抓紧机会采收 因为这些枯米不只能在餐桌上食用 贩售枯米也是生活收入的来源之一 当地公立的水之湖部落学院 每年会有一周时间教导学生 教职员和志工采收及料理估计 为的就是在面临气候变迁等威胁 还能把欧吉北族人的神圣食物传承下去 记者 七海伦 花家兴 编译 入冬天气转冷容易诱发脑中风 神经科医师就特别提醒 要把握黄金4.5小时 稍后一起来关心 欢迎收看原始晚报新闻 我是Omas 先带你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插旗原乡版图 国民党将触角延伸到屏东三地门乡长 跟县议员选举 形成国民党跟五党籍双熊双书对决 在选举前夕 不只候选人全力拜票 警察积极进行反会权宣导 而凤林警察局的搞笑宣导 更是引发热议 中国医药大学的企业志工队 跟台湾世界展望会合作 开发绿色循环的鱼菜共生系统 让部落长辈的生活更轻松 总和一选情分析 先来看到的是在屏东三地门乡的选情 这次三地门乡长跟县议员的选举 分别是双熊跟双书的对决 从参政人数来看虽然是比较单纯 但是国民党分别提名了 乡长候选人跟曾有卿 以及这个县议员候选人张立慧 联合来挑战现任五党籍的乡长 怎么了赛 以及县议员江金妹 形成国民党跟五党籍的对决 如今议员选举跟乡长选举联动 这个战况程度是相较往年更为激烈 支持一号 什么了赛 一号江金妹 九合一选举进入到鼠时刻 同样寻求连任的三地门乡长 陈姆勒散以及县议员江金妹 24号展开联合车队游行扫街拜票 陈姆勒散四年前从议员转战 顺利登上乡长宝座 任内改建办公厅设提升服务效率 并提出老年幼童结婚及生育创新补助措施等政策 陈姆勒散相信三地门乡的改变与进步 乡民都能够感受到 乡公所特别是在行政效率的提升 我相信这是大家最有感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过去这样垫地的基础 在未来四年 我们也都准备好了各种 破坏我们三地门乡的蓝图 譬如我们要有原住民童话的亲子公园 以及我们在文化农业 以及产业观光 各个面向我们都有缜密的计划 江金妹四年前击败政坛老将许阿桃 成为新科议员 任内问证认真 人员及家的她向中央与县府 争取了不少建设经费 且热心服务有口碑 江金妹表示 过去与厂长沉默勒散合作无间 希望未来能继续吸手合作服务族人 跟中央配合 还有县公所以及县政府的支持 总共我在三地门乡争取了五亿千多万的经费 挹注在我们整个三地门乡所有的部落各村庄 都是我们合作起来 共同这样的来改善我们三地门乡所有的建设 三地门乡的改变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 是大家的结合的努力 才会有呈现这样的成果 无党籍的乡长沉默勒散与县议员江金妹 面对国民党提名的乡长候选人曾有亲 以及县议员候选人张立会的强势挑战 双雄与双输的对决 选情相当激烈 双方阵营都不敢大意 积极的在最后阶段争取部落族人的支持 而这次三地门乡选举相当的激烈 再来看到是这次国民党推出的 乡长候选人曾有亲 以及县议员候选人张立会 同样也是联合车队来扫接拜票 以在地精神真诚服务为号召 来争取三地门乡选您的支持 三地门乡乡候选人曾有亲 以及第九选区现议员候选人张立会 站在宣传车上共同扫接拜票 校长退休的曾有亲担任老师校长期间 都在三地门乡扎根教育43年 12年前曾经出来参选并未胜选 这些年来储备能量再次出发 希望三地门乡能恢复传统互助精神 让三地门乡更团结 我63年来都没有离开过三地门乡 我能够发挥我在教育界四十几年的行政经验 然后让我们的三地门乡更迈向民主 迈向正义 迈向公平 迈向我们三地门乡所引以为荣的文化之乡的愿景 把我们传统的互相团结 排湾族卢凯族分享的这种 有情有爱的伦理 能够在参选的这段路程上能够实践 现任三地门乡乡乡名代表张立慧 是国民党代表 以代表身份服务乡亲12年 致力协助部落弱势家庭及族人的涉服工作 以真诚服务号召争取选民支持 选举日在即 两位候选人呼吁选民回归选举的本职 选贤宇能 不受任何影响 投出神圣的一票 渊锡文巴朗 屏东三地门 长不道 好 继续来关注的是台东 泰玛里金珍山 有一位奖姓民宿业者 来到台东地检署按铃申告 要控诉金峰乡长候选人宋贤一 指使黑道跟他拿钱 并且保证给钱之后 就可以保有民宿建筑 结果违建的民宿房子 却还是被公所强制拆除 奖姓业者在愤怒之下 是决定出面揭穿真相 而遭到指控的宋贤一 也出面回应 表示他跟奖姓业者 只是一般朋友 并且强调四年前 是因为选举曾向奖姓业者 借三十万元 但是已经都连本带利还清 所以怀疑不实指控 是刻意想要影响选情 将会对奖姓民宿业者来提告 意图使人不当选 台东金正山一位奖姓民宿业者 24号到台东地检署案例宣告 控诉禁锋 乡长候选人宋贤一 长期指使黑道向他拿钱 他说我要选举 我需要用钱快一点 我说乡长我求他 我说乡长我真的没有钱了 我也不是做什么 我做这个很辛苦 我没有钱了 他说你赶快准备 就这样子 我说我真的没有钱 我要怎么准备 能不能慢一点 这局全部都有 总共300万 奖姓业者表示 自己在金正山经营民宿多年 应战用元宝地 遭法院判定强制拆除 当时担任金锋乡长职位的宋贤一 却向业者表示 只要给钱 拆除工作就能暂缓 并透过白手套 向业者索取300万 不料民宿却在今年8月 被强制拆除 奖姓业者愤怒之下 决定出面揭穿真相 而宋贤一当天也出面回应 指出业者指控绝非事实 我当时就跟他讲 我没有能力处理 因为告诉人是 延命会 不是相公所 当时的检查单位 就绝对在查办这个事情 而不是现在才轮到 蒋小姐来做这个指涉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选举操作 根本就是想影响我 有意使我不当选 宋贤一表示 他跟奖姓业者只是一般朋友 并强调四年前曾向奖姓业者 借贷30万元 但已经连本代曆还清 将针对业者不识指控 提起诉讼 而如今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 到底真相如何 还有待司法理清真相 花林地检署监办查查会选 就发现幽灵人口逐渐增多 那为了端正选风 这地检署将会寄发通知 输给幽灵人口的涉及地 那就呼吁这些投票员 如果是为了支持 特地候选人签户籍 也没有实际居住 在迁移之后的户籍地 需要考虑清楚 是否要前往投票 以免处罚 随着投票日 逐渐接近各地区的选票 差距也越来越接近 而幽灵人口 潜入户籍投票 也可能会影响开票的结果 因此检方也在掌握 相关市政之后进行侦办 接下来我们也听听 地检署的稍找说明 11月18号 侦查终结了两件 幽灵人口的案件 一件在这个花莲县 浊西乡古丰村 有三个被告 另外一件在这个 花莲县凤林镇长桥里 有九位被告 经过调查发现 目前已经有968件 可能涉及幽灵人口的案件 警方也表示 全台湾幽灵人口案件中 又以花莲的情形最为严重 主要都是户籍迁入后 人却不在当地居住 尤其是在花莲侠内的部分选区 选举输赢可能就在几票之间 为了避免犯罪 将会对这些幽灵人口的涉及地 寄发通知信 期盼能够透过善意提醒 呼吁选民自我审视 签一户籍以后 你也没有实际到 你签一席的那个户籍地 新的户籍地居住的话 那事实上是就有可能构成 幽灵人口的一个犯罪行为 如果说你进一步投票的话 它就可能符合了 刑把146条第二项的 返外投票罪 除五年以下而其徒刑 截至23号为止 地检署共查查会选案件 约30件 部分案件仍在追查中 而定罪起诉19人 遭到法院积压禁件 共10人 警方也呼吁 投票在即为了端正选丰 将会严加查办 不法情势 与这新闻站到 BIT华林市 采访报道 而选举就快到了 这个候选人之间的攻防战 更是激烈 尤其最近的宜兰县长 候选人公办电视 证件发表会上 国民党林志庙 跟民进党将冲军 双方的攻势 也是相当激烈 宜兰县长选举 从先任宜兰县长林志庙 爆出贪毒案后 蓝绿两党炮火就没有停过 而炮火也在宜兰县长选举 公办电视证件上 越演越烈 这等一下也请市长 来说清楚讲明白 第二轮证件发表会上 指尽林志庙 不停拿出牌子大举绿营 宜兰县县长候选人 姜聪渊种毒案例 指称姜聪渊起评民众 要他说清楚讲明白 但姜聪渊也不是省油的灯 除了拿林志庙的贪毒案开刀 更表示台湾民众党 大喊两岸一家亲 跟国民党别无两样 排除蓝绿两党候选人 今天的炮火攻势 民众党候选人陈婉慧 则拿出支持者卡片表示 夹在传统蓝绿政党之中 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力量 而武党籍许鸿哲则是大喊 要蓝绿两党别再闹了 刚满二十岁的年轻人 他的心声是什么 他说他是一个对台湾政治失望的年轻人 他说是民众党让他再次相信 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体 有一个听 哦 你的政治怎么乱得不死 哎呀 印象又不好 那么 我们要拜托民进党 拜托国民党 不要再乱了 而曾在二十一年前 投入宜兰县长选战的天一党 朱正东虽多以推广自己政见为主 但也先调侃民进党执政多年 人民的日子是越来越苦 二十年以来 民政党接政大家 预望说台湾看得更好 结果大家越来越慈善 但是慈善不快 有问题 你要找官邸 不要自己想不开 另外武党籍候选人陈秋静 虽未出席公办电视证件发表会 但在选举公报上 陈秋静提出证件表示 会军出收藏建造一座石头馆 不会乱采乱挖泄民的实况跟杀石 并期许自己成为下一个 刑事政治建议的陈青天 原先有什么的 宜兰市采访报道 二十年前又再传出了会选消息 桃园地检署在周二 是动业了15名的检察官 合力侦办桃园市复兴区长 以及区代表候选人两件会选案 那地检署表示 经过一天的审讯之后 区长候选人礼品会选案 这个被告三人 涉嫌违反了投票行贿罪 但是无羁押必要 当天就以二十万交保 那至于另一名区代表候选人 因为犯罪嫌疑重大 而且是尚有其他的证人未到案 有串阵之余 所以检方目前 已经向法院来申请羁押 词台湾桃园地院搜索票 搜索八处 经检察官与令十一名检察官协同讯问后 被告三人 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民法 第九十九条 第一项 投票行贿罪 罪嫌重大 预知被告三人 交保新台币 各二十万至五万元不等 地检署表示 交保之后 检察官将依照具体个案 持续侦办 而因应各类防害选举案件 所以是呼吁候选人切勿已先处罚 而选战即将登场呢 未来哪些人将入主 各地方政府也在这个周六就要揭少了 不过这一次选举是否会牵动国际 或者是两岸的情势 昨天呢 在立法院也讨论的相当热烈 当中国安局长陈弥彤就表示了 未来国际局势的变动呢 国安单位将会尽全力来守卫国土 全台各地拼选情 就连前总统马英九也在选前关头 在脸书贴文阐述地方选举对国安的影响 甚至再度喊起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的口号 然而也是这篇贴文在立法院掀起讨论 我觉得四个字 完全无法同意 国安局长陈弥彤表达极度不认同 就连字数都不小心算错了 至于外交部长吴钊燮也同样送上四个字 如果说反而过来检讨我们台湾自己的话 那我想这个大可不必啦 认为马前总统的一番表述是在检讨被害人 吴钊燮表示台湾才是受到战争威胁及被打压的一方 然而认为地方选举牵涉国安的不止马英九 总统蔡英文也曾在造势活动中表示 这场选战世界都在看 地方大选 地方选举选的是县市长议员 乡镇市长里长 跟外国怎么看我们 有没有直接关系 蔡总统所领导的这样的一个国安团队 我们努力发挥我们的韧性 来确保这块土地 这个棋子永远存在 究竟地方选举如何撼动国际局势 还是得等选后观察 不过在这之中 中国疑似也介入了这场选战 中国不只是介入台湾的选举 甚至有介入其他国家的选举 其他国家的安全的部门 我有提出警示 不过比起2018年地方选举 今年中国介入的程度 就外交部观察算少的 而外交部也表示 会再跟国安单位密切配合 原始新闻 RTV1吴嘉良立法院采访报道 选举前线的不许候选人 全力拜票 警察积极进行反会选宣传 而凤林警察分局的搞笑宣导 更是引发热议 稍后一起来关心 好 回到晚宝新闻 继续来关注呢 健保部分负担心智的 要准备上路了吗 卫福部长薛瑞元 是到立法院被寻 就表示这个后续 还要评估国内的经济 还有疫情状况 才会正视对外公告 原本今年5月就要上路的 健保部分负担调长心智 到底延到何时 24号立法院再度关注 卫福部长薛瑞元表示 人要考量两大面向 其中疫情趋缓 已经逐渐符合调长时机 但现在卫福部要看的 就是国内的经济状况 但是国内的这些 这一个经济的情况 是否能够强力的反弹 那这个我们还在观察当中 所以这个目前 我们还没有决定 那个实施的日期 但是或许在今年底 或许在明年初 卫福部松口要调长 不是今年底就是明年初 而调长项目就包括 门诊药品 检业检查及门诊等等 但就有外界质疑 新智上路到底对健保财务 有无益助效果 事实上如果说 依照现在规划的 部分负担新智 那上路的话 一年大概就是影响的财务 大概就是差不多在 100亿元左右 那对整个健保来讲的话 它算是杯水车薪 如果我们主要就 推动这个部分负担新智 主要是说要 让民众有一个费用的意识 还是要提升国人 珍惜医疗资源的观念 但对于一些弱势群体 新智调长中也纳入考量 比方说三地离岛 中大伤病 分娩 这些 以及有其他 其他单位补助的 低收入户 农民 这些都不会受到影响 无论怎么调 健保财务近年受到高度关注 卫福部长也表示 新智上路后 也已规划开源节流方案 期盼填补健保缺口 美式新闻 阿喜提福罗万 立法院采访报导 最近天气转冷 容易诱发脑中风 尤其三高患者 更是高风险族群 那神经科的医生 就特别提醒了 要把握黄金 4.5小时 68岁的男性脑中风患者 日前在家发现 右腿麻木 右侧肢体无力 还伴随有口齿不清 及语言障碍 送以诊断为 急性梗塞性中风 索性在时间内 给予血栓溶血剂治疗 出院后几乎完全恢复 在4.5个小时之内 发生中风的话 我们可以立即给予 静脉血栓溶血剂 也就是刚才这个 要施打进去 有个血栓 我算在这边 竹筛在这里 所以越长大 当然就是可以降低 大瘤缺氧的时间 脑中风长期高居 国人十大死因之一 平均每年夺走 一万多人性命 尤其患有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的三高患者 更是诱发脑中风的主因 尽管患者通常 不会立即自死 但愈后造成的 肢体障碍等后遗症 将严重影响生活品质 如何把握黄金 4.5小时打通血管 就成了治疗的关键 医师表示 细小血管阻塞 可透过静脉注射 至于大血管酸塞 可借由手术来治疗 在越短的时间内 打通血管 你脑细胞的死亡的 范围跟区块就会减少很多 因为四肢无力 类似 要不然就是 走路就是 往神往神那种 像有的人就是 喜欢吃那高热量的东西 缺少运动 就比较容易 会有这种情形 入冬天气转冷 脑中风发生几率增加 医师也教授测试口诀 微笑 举手 说你好 一旦异常 有面部歪斜 不对称 举手无力 或口齿不轻 可能就是 中风现象 因尽速就医 接受治疗 原事新闻 直播整台东西的采访报导 文件站 活力健康操竞赛 南区的出赛 是举行了颁奖典礼 来自高雄 台南跟嘉义 总共有37间的 文件站来参赛 最后是用 鲍林文件站 跟凤山 VV文件站两队 荣获了特优奖 长者跟着节奏 一起舞动 原住民长照文件站 活力健康操竞赛 南区出赛 24号在嘉义举行 颁奖典礼 高雄台南嘉义 总共37间文件站参赛 最终由茂林文件站 及凤山 VV文件站两队 荣获特优奖 我们是老人家 不是那么的灵活 可是老师一直 教我们 教导我们 我们也是很努力的 在学习 所以我们很快乐 我们跳这个舞 真的是很快乐的 长辈们都很主动 也很积极 就是每天都要练习 然后有时候 我们要懒惰的时候 老人家会骂我们 所以他们比我们 还要更积极 那其实他们也是 非常的努力 所以才能够得到 这次的第一名 因受疫情影响 活力健康操竞赛 仅分区举办 并且南区也采 预先录影的方式进行 但长者们在熟悉的场地演出 表现得也更自然 也呈现不同族群的风格特色 比如说他们有的 在他们的部落里面 也有在他们的森林里面 也有在他们的 每天的活动的 一个活动中心里面 然后他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队伍 都把他们每一个地方的特色 都充分地表现出来 展现出了他们的活力 活力健康操南区书赛 有近千名部落长者及族人参与 长辈们也展现 不输年轻人的热情活力 达到延缓失能 营造乐福环境 在部落有许多长者 想要下田耕作 却是受限体力 为了让他们能够 自给自足 中国医药大学 附设医院企业志工队 就跟台湾世界展望会来合作 把这个绿色循环的 鱼菜共生系统 捐赠给台中和平区的 桃山部落 要带领部落学习 这一项环保耕作 也让部落长者的生活 更轻松 拉开部幕 台中和平区桃山部落 鱼菜共生示范区正式启用 也由部落头目带领大家 为这套鱼菜共生系统祈福 同时也向中国医药大学 企业志工队 以及世界展望会表达谢意 感谢他们捐赠这套系统 开启部落生活自给自主的新契机 一般的传统的话是要拿锄头 要翻土 对老人家来讲 它是真的是负担比较重 但是经过鱼菜共生这样的一个方式 它其实是用电力来取代人力 然后他们其实只要来准时看一看 来为一位 其实在上面种一些小菜 其实都已经都够了 我们从现在开始到以后 我们可以用这种的方式 来去教我们做的那个种菜的肥料 还有农果树的 所以这个对我们农人 农业方面都很大的帮忙 有鉴于部落人口老化 老人夏天耕作有困难 中国医药大学企业志工队 和世界展望会合作 将鱼菜共生系统引进部落使用 希望透过这样的绿色循环机制 除了带给部落发展农业的新技术 也让部落长辈种菜养鱼 可以变得更轻松 运用鱼的排泄物 然后成为植物的养分 接着是借由系统自动的运作 然后省去了日常的浇灌 然后也可以让植物得到水养分 在桃山部落满满的阳光 然后滋养着这些植物 让它能够成为很好的一个食材 也希望未来如果鱼菜共生 有好的蔬菜 然后鱼长大之后 是不是也能够关心部落里面 比较特殊的老人 自己鼓鼓无意的老人 这次除了捐赠设备外 也教导部落族人 如何管理设备与维护 中国医药大学企业志工队表示 未来部落如有更多的需求 会再导入这样的资源 帮助部落长者生活获得改善 云市新闻落台中和平採访报导 接着来看今天的香海气象 首先看到屏东的十字母丹满洲 地位20度最高温有26度 都有两层的降雨机会 泰武来一圈日 19度到27度两层的降雨机会 三地门屋台马家 16度到26度 降雨机率也都是两层左右 高雄的桃园区 大马上茂林区 11度到24度 两到三层的降雨机会 阿里山 11度到23度 四层的降雨机会 仍爱与此水里 信义低温9度 最高温23度 5到8层的降雨机会 和平区 12度到22度 降雨机率是高达8层 南庄诗坛 泰安16度到21度 也是高达8层的降雨机会 关西间15峰 12度到21度 8层的降雨机会 新北乌来桃园复兴 15度到21度 高达8层的降雨机会 大同南澳 17度到23度 5到7层的降雨机会 新城花莲市 吉安22度到25度 3层的降雨机会 秀林万荣 16度到24度 3到4层的降雨机会 寿风风兵 19度到27度 降雨机率是5到6层 凤林光复瑞岁 21度到25度 3到5层的降雨机会 浊西玉里复里 低温10度 最高温有24度 3到6层的降雨机会 长宾成功东河 22度到25度 2到6层的降雨机会 池上观山 海端岩坪 15度到24度 2到3层的降雨机会 路眼台东市 碑南 20度到26度 2层的降雨机会 泰玛丽大午金风达人 18度到26度 2层的降雨机会 南宇地区 23度到27度 3层的降雨机会 最后看到外岛地区 17度到23度 降雨机率最高 9八千 以上就是今天的 晚暴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Omas 我您的美好美撒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